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19日星期五 早上第二節 我們繼續跟進本地的最新情況 話說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最近似乎聞到一陣糯米 他竟然主動走出來 為丁屋政策保價護航 而且他用大套苦水 聲稱每年只有大約一千間的丁屋 是獲批申請而已 可以說是滲到樹葉都落 而且他還說到 丁屋的發展可以仿效大陸的城中村 到底他這番的話 能不能夠打動得到上邊的領導人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劉業強主席的說話 他說香港的住屋問題 是需要解決的 新界人和擁有土地的人 不會說不支持發展 但現時的丁屋申請 一年只批出大約一千間 而且都在村界範圍中興建 他相信 丁屋政策只能幫助到房屋的供應 從劉業強這番的話 其實他自己都心知肚明一件事 就是新界人和擁有土地的人 似乎將會是下一輪被針對的對象 否則他就不需要煞有介事 把新界人和擁有土地的人扣連起來 大陸就已經將土地和房屋問題 定調成為其中一個深層次矛盾 要解決這個深層次矛盾 當然就要找更多的土地來源 而偏偏劉業強口中的新界人 以及擁有土地的人 就是解決這個深層次矛盾的叛腳石 劉業強主席就說 每年只有大約一千間的丁屋獲批 這個純粹叫做程序問題 是地政批得慢 不是說沒有地批得出來的 事實上來說 原來在香港有932公頃的土地 是預留作這個丁地的用途 一旦這個丁屋政策遭到檢視 甚至乎是取消的時候 這900多公頃的土地 自然就能夠釋放出來 去做其他的發展 比如說興建這個供應房屋 或者做其他的鄉郊發展等等 總之就不需要像現在這樣 現在就純粹在這裡限制 所以每年批得一千間的丁屋申請 這個就叫做程序問題 但是丁屋政策本身 它就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雖然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上訴法庭就裁定了 說小型屋宇政策 就是丁屋政策的所有環節 就是免費建屋牌照 私人協約和換地安排 都是屬於基本法第40條裡面的 新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 並且是合法合憲的 但是不要忘記這個是上訴庭的裁決 他就不是一個終極裁決 他不是終審庭 第二 基本法裡面還有一個叫做釋法權 還有全國人大搜尾門 所以丁屋政策 就不是代表可以從此千秋萬世 而且丁屋政策 它本身存在著有三大問題 第一 就是丁屋政策 本身有多少不合理性 因為他是有些特權的性質在裡面 大家都是人 為什麼非原居民的子女 一出生就要捱櫃樓 但是原居民的男丁一出生 就能夠享有丁權呢? 甚至乎有人提出一個質疑 就說這個丁屋政策 究竟有沒有跟基本法第25條有所抵觸呢? 基本法第25條就寫明 香港居民在法律變前是一律平等的 但是現在這個丁屋政策 就是正正使得有部分人 比其他人更加平等的 豈不是製造了社會上的不公平? 第二件事就是 丁屋政策本身已經是 偏離了政策原意很多年了 它給你建丁屋這個所謂的 叫做傳統合法權益 但是很多丁屋建了出來的時候 根本上就不是由原居民的那些 南丁走進去住的 有很多在建之前就已經是套了丁 根本上就拿個丁權來轉售徒利的 就算是建了出來頭幾年自住也好 原來丁屋政策 只是限制在五年之內轉售需要補地價 在五年之後就已經可以自由買賣了 所以到底現在有多少丁屋 是純粹起來自住 有多少是投入了房地產市場裡面 變成了炒賣投機的工具呢? 丁屋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謀取暴利的工具呢? 很多市民就會質疑這件事 全香港的子女一出生的時候 個個都是光脫脫地來的 唯獨是原居民的那些南丁 是可以享有這個丁權 而這個丁權呢 那塊錢呢 可大可小的 而且到你十八歲長大以後 又加上那些什麼的 通脹等各樣的東西 那塊錢又增值了 所以肯定有很多市民是認為不公道的 第三件事就是 現在說明說要解決這個深層次的矛盾 就是說土地和住屋問題 原來你這個丁屋政策 使得有九百三十二公頃的土地 預留了用作這個丁地的發展 就是限制土地來的 萬一這個丁屋政策是有所轉變的時候 這九百三十二公頃的土地 就隨時可以釋放出來發展 這是不可小的數字 當然啦 如果這個丁屋政策是得到延續的話 那這九百三十二公頃的土地 就肯定沒有辦法釋放出來 所以為什麼現在劉業強主席 好像聞到糯米一樣 要走出來為這個丁屋政策 補價護航呢 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們再看看到底劉業強主席 那天說了什麼 他就說 大陸鄰近鄉村的城市 設有所謂的城中村 有著較高的發展密度 他認為香港是可以仿效有關的做法 他還強調 新界人的傳統權益是不應該有太多的限制 可惜在回歸之後就有所收窄 令到部分原居民誤墮法網是令人遺憾 那我真的不知道有些人到底是誤墮法網 還是知法犯法 我不懂了 我不是法律專家 但是他說要仿效城中村 這件事也是好笑的 城中村本身在大陸都是不受歡迎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腔亂臭 而且聚集了很多低端人口 大陸都想解決城中村的問題 反而說要效法城中村 其實他不是想學城中村 只不過是想有一個較高的發展密度 這件事很多新界人 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都提出過 因為現在那個丁屋政策 限死了他一層 要有多少呎 只能夠三層 他們一早都想說 既然土地有限的時候 你升高一點就可以解決土地的供應問題 他們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只不過神女有心就傷亡無妄 特區政府就沒有很積極地回應 而我相信特區政府也不會理會他 那麼他為什麼還要繼續益這群原居民呢 本身這群人就已經受惠於這個丁屋政策 你再發大他們來搞 再提高發展密度的時候 那麼到時候那些高密度的丁屋 會不會是賺取得到更多的錢呢 那你會不會是令到這個丁屋政策 更加偏離那個政策的原因呢 市民一定是會提出很多這些質疑的 與其拿來建這些高密度的丁屋 不如就釋放土地出來 做其他方面的發展吧 別人一定會這樣想的 因為始終來說 你的丁屋政策 受惠的人數就是少數嘛 現在就變成了少數利益 凌駕多數的利益 那麼肯定不妥理這個政策的人 就多過支持這個政策的人 這個是必然的 放諸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這樣的結果 再加上近年來講 那些新界人或者是鄉新 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印象也差了很多 那麼這些就是問他自己了 在2019年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麼你就更加是使得部分沒有什麼意見 或者是本身同情你的人 都不會出聲支持你了 所以那個唯一的結果 就是被逐個擊破了 好了 而且劉業強主席提到 這個所謂城中村 他說要仿效 其實根本上這件事是比意不倫的 喂 城中村本身到底是否受到產權的保障呢 很多城中村說遷冊就遷冊啦 但是丁屋本身就一定是受到非常之完善的 私有產權制度的保障 所以裡面就沒有什麼可比性的了 那麼就不知道為什麼 劉業強主席會找這個城中村來比較丁屋啦 因為這件事本身都是不受歡迎的產物來的 他還提到 新界人的傳統權益是不應該有太多的限制 那麼到底何謂新界人的傳統權益呢 喂 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演繹的 只是說基本法第四十條 他沒有白紙黑字地把這個丁屋政策寫進去 基本法裡面 就已經是反映得出 根本上大陸就是故意把這件事留白 就是故意模糊了他 就是留下了一個復筆 遲些有機會的時候就動 就是這個意思 而且你說到新界傳統權益到底是反映什麼呢 新界人本身又有一個叫做祖堂地 就是那些阿公地 建祠堂那些沒得賣 很難賣的 這些就已經是新界傳統權益 對不對 生孩子就去祠堂點燈 這些是不是傳統權益 還有 走了的時候又可以有一個殯葬地 這些都是新界傳統權益 不一定是說丁權的 因為這個所謂小型屋遇政策 是在1972年的時候 才是推行的 你不能夠說到又追溯到清朝 那樣那樣 因為小型屋遇政策就是小型屋遇政策 這個丁屋政策就是規定了 這座丁屋可以建多少層 可以建多少尺 這個就是丁屋政策 清朝會管理這些事嗎 難道大清律例寫明 那些鄉村屋可以建多少層 一定是不會有這些內容的 所以這個丁屋政策 其實就是源自於1972年的 而且當時公佈的時候 還說明是一個過度性質的措施 故此這個丁屋政策 究竟是能不能夠維持著長久呢 看怕就未必得了 也難怪劉業強主席 會這麼急於走出來 為這個丁屋政策說行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